第一个问题 他说 在念佛堂念佛中心 请问身上有啥香水可以吗 是否为不尽 这个事情确实是不尽 什么原因 你对于色深香味这种享受还没发现 而实际上你好好休息 到你心地亲近的时候 你身上自然有香气 我是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迹 那一次住的时间也最长 在香港住了四个月 同修们告诉我 虚赢老和尚早年到香港来过 香港这边同修也非常难得 给老和尚建了一个经事 供养他 这个经事我去看过 那么大家知道 虚老和尚 一年到头 不洗澡 不换衣服 不剃头 那头发都很长 不剃头 一年剃一次头 如果你看到他照片的 头剃了 你想那是过年的时候 一年剃一次头 衣服的领子 油骨很厚 这个油骨很厚 这些人的时候 就闻闻了 一股青莲花的香味 那虚赢老和尚身上 绝对没有撒香水 那他身上有一股青香 而且还听说呢 那个香气还能治病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身体 你要保持常常清净慈悲 身体会放香 为什么 这个色身 它的本质 是发心 发心 本来具有色身香味 那这个色身香味 是不生不灭 那现在我们这个 色身香味都不好 都很难闻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你 心里面生的烦恼 贪嗔痴慢 自私自利 这个味道不好 那如果你能把这些 毛病都改过来 不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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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 谦虚 恭敬 慈悲 忍让 你能够修这些呢 乏了 你身上的气味 自然就不一样 不需要去借 外面的这些 香料 不需要 这些东西 说老实话 总有负作用 那这负作用的是 对我们人的身体健康 决定有妨碍 尤其 对女同修 伤害更大了 所以到了晚年 四五十岁之后 很多的毛病 先出来 这些毛病怎么出来呢 都是因为你的生活 齐居 穿着 带给你 这个 年轻不知道 四五十之后 病就发了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 嗯